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尤其是在危急的时刻 复理箱名利村一名70岁的阿公 最近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 因为在他不小心跌倒在路边的时候 是一只名叫爱爱的狗狗救了他一命 因为他的狗一直叫一直叫 叫到警察觉得有问题 赶快跟着生意才发现 原来他的四祖倒在道路上 微弱发出了哀嚎声 赶紧把这个老人家扶起来 原警认为说这是一只聪明的小狗 救了阿公一命 小狗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尤其是在危急的时刻 复理箱名利村一名70几岁阿公 最近的经历能证明这一点 因为在他不小心跌倒在路边时 市民叫爱爱爱犬救了他一命 就是因为他爱犬狂叫 叫到警察觉得有意 马上跟着声音来才发现 原来是他的四祖倒在道路上 微弱的发出哀嚎声 赶紧将阿公扶起来 原警认为是这只聪明的小狗 救了阿公一命 我们问父亲的邻居得知 他家刚好在附近200公尺 我们立即将他参谱回到他家中 并等他的家人回到他家 我们告诉他这个情形 请他家人出去帮他买药 后来阿公的太太回到家 原警告知这名妇人才非常感谢 原警帮忙之外 更要感谢他们收编的这只流浪犬爱爱 阿公才能及时得到救援 预理分局也提醒年长者外出 或是从事体力工作 要多注意身体状况 以及量力而为 外出尽量由家属陪同 以免身体突发状况而发生寒事 记者高昌富一乡采访报道